东方电源 他在巨头林立的中国互联网 开创了几乎人人知晓的360 积累了6亿多互联网用户 他追求极致的用户体验 被誉为中国顶尖的互联网产品经理 他开启了免费的网络安全时代 打造了一个市值百亿美元的互联网安全公司 今天他又率队进入智能手机市场 通过极库手机360儿童卫视 等一系列在域满满的智能产品 进入手机智能家居智能穿戴等全新领域 打造一系列光受欢迎的智能硬件 迎接互联网的3.0万物互联时代 他是始终认为自己是一个创业者的成功企业家 他是一个互联网老兵 却被认为最具创新精神 他就是360公司董事长兼CEO 互联网时代一个注定写满传奇的人物 周鸿一 周鸿一曾经数次强调 一个公司要想在互联网上成功 就一定要尊重用户体验 作为老板 你首先是一名产品经理 如果你不懂产品 你已经提前失败了 为什么老板要首先成为产品经理 做好产品的基本点又是什么呢 所以当年我做产品的时候 我经历了一个很大的挑战 它不光是一个写商业计划书 或者面对投资人反复pitch的一个训练过程 它实际上你把它反过来 看成是你重塑这个产品的一个反复锤炼的过程 所以刚才我开个玩笑 对吧 微信的一番 然后Facebook最早的看女生照片 给女生投票 这功能一句话就说明白了 听的人也听明白了 也就去用了 然后有人 所以我就说 如何让人对你的产品 叫一见钟情 就是这两三句话 然后呢再谈我怎么在产品里 去做这种细节和交互体验的提升 超出用户的预期 什么让用户尖叫 对不对 然后什么让用户觉得很惊讶 让用户疯狂 让用户变成你的粉丝 那叫日久生情 所以今天做产品 两个都不可少 问题是 黎万强那本参与感那本书 我也看了 真的写的也非常不错 对吧 因为 但是呢我就发现 行业里有很多人 他们学小米 学互联网 这学歪了 比如说 他们学到了很多表象 对吧 比如说据说 说上门给你送一只鸡 是吧 用大奔 找几个美少女 对吧 上门给你送 他们觉得 这就叫体验 这是体验 我一开门 对吧 一美女进来 我肯定立马就超出预期了 然后手里还举了一只鸡 他有一个前提 我是不是每天都要吃鸡 我是不是我的痛点 刚需和高频 对吧 我们又不摆摆机 所以 所以今天我体验反而讲了少 因为我觉得 在最近一段跟很多企业家沟通啊 大家犯的最大的错误 其实都不是体验 体验都容易想到 因为这是还是一个数 大家其实在产品的本质上 偏离了方向 所以你真的不用去想着给自己的产品做无数多的功能 你记着如果一个基本点不能打动用户 你在上面叠加无数的小的细枝末节的功能都没有意义 我刚才说的那个捕鼠器啊 大家笑说我需要把老鼠塞进去对吧 这都不是笑话 那是体验 那叫用户参与感好不好 真正的问题 是因为我现在大家家里都没老鼠了 为什么你要买捕鼠器呢 有几只老鼠都是你们家养了荷兰猪小仓鼠 所以他这个需求就不存在 我们在脱离的需求开一个发布会 你们想想多少智能意念的发布会 都是跳过尾需求 直接就假定说 用户热爱我的产品 用户会每天都用 然后谈你的材质 谈你的工艺 谈你的外形 最后谈你的APP 这就是错 刚才讲了半天产品 那么我顺道多讲一点商业模式的问题 就是说 这个免费不是一个忽悠人的模式 免费是互联网里非常非常重要的 一个建立用户的手段 所以大家一定想一想 即使今天你是卖东西的 你不能请人免费吃饭 你不能把你的核心业务给免费了 你也想一想你能不能琢磨出来一个免费的什么服务 然后呢 你就能够去吸引用户 所以那个免费商业模式里面最重要的一个话叫 羊毛出在猪身上 我还是非常相信这句话 而且我刚才说了 今天免费不仅大心其道 现在大家都倒贴钱 所以你知道这个生意好做呀 倒贴钱 我觉得大家基本上谁都会来 所以最近你看送电影票的送早餐的 请大家免费坐车的 我就不知道下一步 所以我也在想 我准备免费给大家送硬件 那颠覆式创新李教授 既然都已经讲了呢 我就不讲了 这个我今天时间有限 我直接切到产品几个例子 我就做产品呢 跟做文案 我其实觉得最近呢 我感觉主要做2C的产品 我自己 我就越来越近 我有一个观点 所有的人都可以成为产品经理 包括很多我们的媒体人 包括很多自媒体的人 包括原来我们产品跟市场传播是分开的 对不对 经常有人做了一个产品 再交给市场 市场给它设计卖点 然后就给它炒作 这个是不对的 我认为今天做市场的人 他自己至少变成半个产品经理 他们要做好来跟产品经理一起去想 今天一篇写的好 好的稿子是能够刷屏朋友圈的 对不对 为什么能刷屏朋友圈 前提是你的打中别人的痛点和刚需 你的让别人愿意为你转得有共鸣 这跟你把一个产品发出去的概念是一样的 所以今天好的做传播的人 他一定了解受众的心理 也就是我说用户的想法 所以他一定是可以成为一个优秀的产品经理 反过来今天任何一个产品经理 都得学会去发微信 发微博 去直接跟用户对话 如果他不能够把他产品的想法 让用户能够简单的理解和传播去共鸣 他做出来的产品一定很难用 所以以后我认为公司的架构 可能会是一个产品小组 这个产品小组里像踢球一样 会有分工 有前场有后位有中锋 有左右侧位边位对吧 但是每个人的使命都可以向前去踢球射门 也就是说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产品经理 传播和产品的设计过程 我认为是 现在是高度整合 如果你的产品做了一回事 你的传播完全是编造出来的 不是能够让用户真正的去共鸣 这种传播技巧做了再好 最终会昙花一现 那么做好的产品 我谈几个基本点 我其实在公司内部我也很苦恼 今天早上我还转发了一篇文章 叫你可以开掉一半的产品经历 我觉得我都可以开掉80%的产品经历 因为一个好的产品经历 一个好的产品一个产品经历就够了 但是你配十个很稀松平常的产品经历 反而是最后这产品做不出来 我有时候也感慨 为什么我们公司的很多产品做出来 首先在内部被我骂得狗血喷头 为什么呢 我也觉得很奇怪 我说做产品是天底下最容易的事 你们觉得做产品容易吗 容易吗 你们来听课讲学怎么做产品对吧 那早上 昨天的老师怎么讲呢 有没有一套方法论啊 我告诉你 做产品我跟大家分享 我自己一个最大的心得 就是学会用用户的思路去 或者叫小白模式 或者叫傻瓜模式 或者用心理学的话来说 叫同理心 什么叫同理心 就是你能够设身处地的 去从用户的角度去想 这是最重要的 前面那篇是另外一个李教授 写的叫如何写文案 他里面讲所有文案的道理 为啥你写了文案别人看不懂 就是因为你想把一个想法灌输给别人 没有人是愿意被教育的 我们每个人都很自大 我们每个人认为自己 其实内心都觉得自己很牛掰 所以我们只能顺应用户的习惯 我们其实一般的 刚出来的产品 你很难去强扭用户 所以文案是这样 做产品更是这样 我看到很多产品的交互 我觉得 他所有的错误 我在内部骂产品 都是他们不能从用户角度出发 产品有价值 是企业长存的关键 有20年互联网创业经验的周鸿一 不断研发出顺应时代的创新产品 这些产品的背后 有哪些显为人知的秘密呢 一直以产品经历自居的周鸿一 又是如何看待产品价值的呢 我举几个例子 我还是先从 手机说起 我问大家一个问题 我们内部有很多争论 你比如做手机 现在安卓 它下面有两种思路 一种是做三个物理件 对吧 锤子这么干的吗 还有一种是 做三个锤子键 但这三个键是在屏幕外面 是三个触摸按钮吧 它也不一定凸出来 还有一种思路是 整个前面都是屏幕 那个键 虚拟键呢 那三个安卓 那三个键 做在屏幕最下面 这三个选择 如果你是一个做手机的产品经理 你会怎么做 你会选择一二三 你会选择几呢 罗永浩毫无应会选择一 它的锤子就这么做了 那么有多少人会喜欢虚拟键 我想问一下 在座用安卓手机 难道你们都用苹果吗 用安卓机的喜欢虚拟键 因为虚拟键多么巧妙啊 我需要的时候它才出来 不需要的时候它又藏起来了 而且让我的手机更加的整洁 上面我是处女座好不好 上面一个按钮都没有 就是一个屏幕 非常漂亮 设计 design非常好 你们觉得是这样吗 同一虚拟键的举手 我看一看 哇 还这么多人啊 那么不同意虚拟键的呢 好像更多一点 那剩下不表态的人 都是用iPhone的 其实这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为什么我就在做手机的时候 我就问我的工程师 为什么不能把那个键做成实体 他举了很多理由说 我们在这堆叠器件 堆叠不下去了 这个地方会有天线 这个地方还有什么喇叭的音腔 反正会举很多理由 但是我去跟传统做手机的人 结合的时候 我就跟他讲 我说我不是一个手机专家 很多技术你们来搞定 但是我比你们最大的优势 我能做决策 是因为我更懂用户心理 我用手机的时候 我在观察很多人用手机的时候 在手机不是每个手机的软件 都有一个back按钮的 对不对 很多时候软件 进到一个奇奇怪怪的时候 iPhone最牛本 其实是他那个键 很多人只要不知所措的时候 按一下iPhone的那个home键 他就回到了一个初始状态 这就是用户的心理 跟技术无关 但是呢 我们如果在安卓里边 当你下面没有一个 让用户看得见的物理件 或者实体件 很多时候 当手机卡慢的时候 那个虚拟件还出不来 很多用户就开始抓狂了 如果再往下分析一步 虚拟件有两种设计方法 他们跟我争论 一种 假设我不得不设计虚拟件 一种是虚拟件 叫 黄璋做了一个叫什么 smart bar 对吧 也是类似虚拟件的意思 就是有的时候出来 在你需要的时候 滑出来 你不需要的时候 它可以自动消印 还有一种是 虚拟件永远在下面占一行 如果这两个设计 你们会选哪一个 会选哪一个 第一个还是第二个 所以做产品 其实很简单 每天你们在公司内部 是不是都在做争论 争论的依据 不是比谁牛掰 不是最后争论到最后 你拍错的说 是我是总经理 还是你是总经理 产品经理说 大哥你是的 这就坏了 这事他就没法做了 判断的依据 很多时候 是来自于 从用户角度的观点和数据 当然 你不一定要做一个 focus小组 焦点小组 你也不一定要做一个 用户调查 用户调查有了数据 比如说今天的取杨率比较偏 你弄了一堆苹果用户 他们肯定都喜欢实体件 但是所以对产品经理 一个很重要的功利的考验 就是你是不是真的 接触过很多小白用户 你是不是真的 平常在生活中 在观察很多用户的行为 然后你是不是真的亲自在 回答很在论坛上 跟很多用户去交流 就像今天我依然在坚持 看很多用户的吐槽 看他们的私信 因为只有这样 你才能保持自己接地气 和有手感 什么叫有手感 就是说你知道用户是怎么想的 用户的想法跟我们 真的不一样 作为产品经理的人是要知识越多越反动 你在一个行业里干了越久 你就越麻木 你就越来越没有好奇心 你就越来越把很多事 当成就是什么样的 本来就这样 我入职的时候就这样 我进行业 行业都这样 对不对 所以你就失去了一种 对用户的一种理解 我接着回刚才那个问题 这两个设计都不对 为什么 在所有的用户交互中 有一个原则 就是你要用户操作的一些重要的部分 它要保持稳定不变 举个例子 你开车 车是一个特别好的交互 对吧 方向盘是圆的 底下有脚刹 有刹车 有油门 对不起 我不会开车 我到现在没分清 油门在右边 还是油门在左边 还有离合是吧 离合在哪边 离合都没了 如果有了人设计汽车 他很想当然的认为说 你开车的时候 对不起 不需要刹车 这时候没有刹车键 只有油门键 你发动起来 超过多少公里了 突然油门键 我突然刹车键又出来了 或者你需要的时候 你点一个按钮 刹车就出来了 你会敢开这个车吗 对吧 如果你去开不同的车 这个油门和刹车的位置 由于不同的设计师 把他们经常从左到右掉一下 或者从左脚掉到右脚 你会开这个车吗 所以 让底下那个虚拟键键 一会儿有一会儿没有了 效果是 在我需要它的时候 它没有 在我不需要的时候 它又有了 很多程序 把它下一排按钮 又放在了屏幕的下方 对吧 它再跟你的那个虚拟键 放在一起 你什么成语都没有美观了 对不对 好 那有人说 老周我接受你的建议 我们把虚拟键 就做死了 那这个方案有什么缺点呢 大家想一想 有什么缺点 从用户心里 在我是一个小白用户的时候 我就知道 手机跟某些东西一样 都是越大越好 屏幕一定要大 用起来倍耍 您说您是6寸大屏 您说您是5.5寸大屏 结果屏幕上那个按钮 永远占了我一个位置 你再去量一量 5.5寸也变成5.2寸了 所以这就叫耍流氓嘛 所以我们很多工程师 在设计的时候 他只是在看参数 他只是从他的技术角度 他没有从用户角度出发 所以最后我坚持说 我做了手机 我不会像罗永浩那样 下面会突出三个键 因为罗永浩那么做 又走了另外一个极端 他可能是希望 必须眼睛都能按 我一定是要有三个 就是在物理上 在屏幕之外存在的键 这样我就可以去 打击竞争对手了 我跟他的尺寸一样 他是虚拟键 我会告诉用户说 他的屏幕有效面积 根本就没有6寸 只有5.5寸 而我才是真正的 6寸大屏手机 所以这是我举的 第一个手机的例子 最后这个讲个 行车记录仪的故事 行车记录仪 大家都买了我们的 行车记录仪吗 大家都需要吧 女司机特别需要 保护自己 男司机更需要 因为还有很多 女司机在开车 但是呢 做行车记录仪 其实我们也看过 外面很多公司 有很多 我就说两个问题 给大家供大家思考 第一 做一个行车记录仪 上面应不应该 带一个屏幕 很多人说 两个理由 不应该带 为什么 因为平常开车我不看 我只在第一次装的时候 需要对准 需要看一眼 为了这一次性的安装 要装一屏幕 就得加成本 对吧 这个理由对不对 好 有道理啊 我很多产品 经历都很有道理的 要不然他们也不会 加入360了 但是我觉得他们 真的没有道理 因为他们都是 自己的相反 第二个 有一个兄弟 外面的一个公司跟我说 有了屏幕 谁还会看手机呢 所以为了让他 多用我们的APP 用手机来操纵 行车记录仪 我们一定要把屏幕去掉 这样逼了他 多看手机 我们这个东西才有价值 你们谁会选择 没有屏幕 可以成本降低20块钱 有屏幕 可以增加成本20块钱 你们会做什么选择 为什么 我告诉大家 苹果公司的包装 它定义成 你拆包装的过程 都是体验的一部分 对不对 为什么苹果要给你 几个贴纸啊 苹果的包装 要做的特别的漂亮 从用户一拿到这个产品 特别是硬件 所有的体验 都会留下深刻的印象 所以如果说用户在调整的时候 又要抬着头在上面 沾行车记录仪 又要拿着手机看 它是违背人性的 对不对 所以一定要有屏幕 第二个 我们说要让用户 多用手机 一定是 不是去制造一些不方便 逼着它去多用手机 这违背了用户体验的基本原则 一定我们要做出一些可信的功能 让它自己多用手机 大家明白吗 比如说我们可以做到 谁说一定要碰瓷了才拍照呢 前面有一美女开一敞篷车 为什么我不能够很容易的用手机 比如说把手机摸来 按一下音量键 或者按一下那个电源键 就拍照 就自动上传朋友圈了呢 今天男人爱偷拍 女人爱自拍 唯一就是开车不能拍 我们为什么不能把它变成 开车也能自拍的玩意呢 你用户就会用了 而不是说 我故意的 明明它可以看屏幕来调整 我不让它看 非要逼着它用手机 这是对用户体验最错误的理解 其实还有一个更深层 要装屏幕的原因 你们觉得一个行车记录衣 如果不带屏幕 用户会把它定位成什么呢 不对 用户会把它定义成摄像头 就是原来你们家 在家裸聊的时候 用的装了电脑 那个摄像头 但是他如果带了一个屏幕 他的定位被用户 就更容易当成什么 照相机 你见过哪个数字相机 是后面不带屏幕的 包括GoPro 它有一款带像带屏幕的 一款不带屏幕的 在中国据我了解 是带屏幕的那款卖的好 所以 我一定坚持他们 宁可提高成本 我们都要它带屏幕 就是因为它要给用户一种 好的一种体验 你觉得让用户 花了三百块钱 买了一个摄像头 大家知道 在原来电脑里摄像头 就是一两百块 几十块钱的东西 对不对 而照相机的定位是什么 都是上千块钱的东西 所以这个定位不一样 好 还有一个外形设计 我们见过很多非常酷的 行车记录仪的设计 有设计成一个球的 有设计成 反正各种奇葩式的设计 还有管的 各种形状的 你们如果坐行车记录仪 你的设计师会拿一个 很普通的 像一个小型数字相机 或者运动相机的 这样的一个外形 或者它设计一个特别酷 样子绝对创新 让人一看就爱不释手的形状 你会选择哪一个形状 大家会选什么 我讲讲我的选择 我看了很多奇怪的形状 它们看起来都像一个塑料玩具 所以我要把我的行车记录仪 定义成一个 看起来像2000块钱的GoPro 我里边的配置 用的也跟GoPro最低端的相机 用的配置基本上是 类似的一样的安霸芯片 换句话说 你把它拆下来 也能当一个运动相机去用一用 然后但是我把它定位成一个 行车记录仪 我在这个市场里 才能够成功 所以我就讲了我们的一些例子 也就是说 你去做这些硬件的时候 在硬件上发生了争论 比软件要更多 特别是涉及到工艺 材质 外形 一些东西有或者没有 有没有屏幕 有没有键盘 最后所有的 所有的这个选择 都是来自于 用户怎么看 而不是你做出一个产品 妄图去创造一个新的门类 妄图去教育用户 教育用户不是不可以 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 需要足够的广告投入 需要足够强大的市场行销 但是对今天很多初创公司来说 这些条件都不具备 你如果想做一个爆款 一个单品 你想一炮而红 你就一定想一想 不要去挑战用户的尝试 最后再举一个儿童手表的例子 我们做儿童手表 做到现在做到第三代了 我认为我们这第三代 才有机会成功 前两代 其实我们的产品经历 犯了很多的错误 我举一个例子 在最早设计的时候 他们希望满足 零岁到十岁小孩的需求 大家觉得这个想法对吗 其实是不对的 零岁小孩的胳膊的出息 和十二岁小孩胳膊的大小 是不一样的 你为了满足所有这些人的需求 最后你就 这个表能做得很大吗 这个表就做得很小 很小就意味着什么 就意味着 你的电池很小 所以我们最早的电池 只有两百毫安 两百毫安时 电池小就意味着 你的待机时间 只有一天 每天都要充电 所以 这就变成了 它最致命的问题 为什么今天很多手环 大家也戴不下去了 有一次忘了充电 觉得不戴也无所谓 对吧 所以我们戴着手表上 当时这个电的问题 就非常的困扰 内部争论的非常厉害 你说把电池做到五百毫安 就必然就要 手机就要 不是那个手表就要大 手表一大就有人跳来说 三岁小孩戴不了 后来在我们 很痛苦的做到第三版的时候 我们决定说 手小的孩子我们就不管了 真的 我们就做 必须把电池做到五百毫安以上 必须待机 要超过三天 所以我们 知道这一版 我们通过大电池 通过软件的优化 才解决了 待机的问题 所以很多时候 我们就发现 用户的反馈里面 每天要充电 是一个问题 但是我再深入讲一点 真的用户 很反感每天充电吗 其实不是的 为什么 我告诉你 儿童手表原来最大的问题是产品定位问题 我们当时的主打卖点是什么 孩子防丢 防诱拐 防走失 这个点对不对 非常好 非常对 在座只要是父母的 就会去买 但问题是 买的人是我的用户吗 不是 用户是谁啊 对 用户是孩子 所以从孩子的角度 这个手表给了他什么价值啊 有价值吗 对孩子来说 是他被迫捉戴上的 他没有乐趣 就看看时间 小孩需要看时间吗 也不需要 所以他觉得没什么用 所以他就没有动力去充电 对吧 他又不是用户 父母可能又经常忘了 所以这就是我们前两代产品 非常尴尬的地方 结果到第三代 我们终于解决了这个问题 因为我们原来也是内部争论 所以很多争论我认为都是脱离用户 两帮人很自我的争论 就得不出好了结论 其实我们那个手表就是一个手机 我们比苹果手表还强 苹果手表可以打电话 但是他是通过你的iPhone来打了电话 你不戴iPhone 你看看你苹果手表还能打吗 我们这个手表是假定很多学校 不让小孩戴手机 还有太小了孩子不能给他手机 所以他需要 他是有电话功能 但是很多人就争论说 小孩没有打电话的需求 他们就把这个打电话的功能给屏蔽掉了 我们做到第三版 我们突然发现 安全是一个基础需求 但是安全不是一个体验点 因为毕竟 中国有再多走失小孩 小孩被诱拐的案例 但是对每个人来说 你遇到的概率是比较低的 对吧 很多人至少今天还没有遇见过 所以没有遇见过的事情 没有发生 他也就没有体验 父母也不可能 一天最多定位孩子定位两次吧 你不可能天天定位 所以我们发现很多父母 在小孩上学的时候反而不用 因为他知道孩子在学校 他周末小孩随便出去玩的时候 他才用 所以这一版 我们把那个打电话的功能给他恢复了 就是父母可以随时 拨一个电话到手表上 他就像一个真正的电话一样 小孩就可以跟父母回答 小孩遇到任何情况 哪怕就是想爸爸了 想妈妈了 他按一个键 就可以直接给爸爸妈妈打电话 这个功能 其实才变成了我们今天 第三代儿童手表 最主要的核心功能 他不仅仅是一个安全的工具 他变成了一个沟通的工具 所以我们就发现 他才真正的把体验 这一点体验为王给做出来 因为小孩子有体验了 小孩子 从我们做的实验来看 使用频度 使用粘性 产生了指数级的上升 因为很简单 每天即使在新加坡这种 不会出现小孩诱拐了 所谓安全城市 我去做了调查 很多父母也会希望 每天在小孩在学校的时候 打个电话问一问 怎么样了 放学的时候 父母还没有下班 告诉孩子回家做作业 不要贪玩 早点回家 小孩坐地铁的时候 很关心的问一问 他路上怎么样 因为沟通是人们最基本的需求 所以我们做这个产品 你看我们的产品经理 也是历经了三代 他们最后好像才绕了一个很大的弯子 才重新回到了 我刚才说的痛点 刚需 高频和简单 丢孩子绝对是痛点 也防丢 也绝对是刚需 但是频度太低 通信是刚需 是痛点 又是高频度应用 所以今天我们的手表 就是两个功能 三个功能 跟孩子随时保持通信 保持联系 再加上小孩一见呼救 再加上随时定位 小孩的防走丢 所以当小孩都在用电话的时候 产生了两个效果 过去小孩戴个防丢手表 跟班上的同学在一起 是没有办法去绣的 对不对 所以你的产品 就不能够再产生推荐 但现在小孩 一个班 如果有一个同学 马上就跟爸爸妈妈通了一个电话 其他小朋友会怎么看 对 我也有 好 有人就质疑了 当时为什么不做打电话的功能 我告诉你 当时这个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经验分享 这是今天最重要的经验 我最后则 看着大家 听了我 讲了这么久 总得给大家来点干货 最开始 我们为什么 有人不愿意做打电话的功能 它的理由就是 因为电池少 所以打小孩 老打电话 就会把电给耗完了 这个逻辑听了 对不对 是对的 当时我们就被误入歧途了 现在我们把电池加到500毫安 改进了省电 能待机三天 但如果小孩子 经常打电话 而且很多小孩现在要求 我在小学 因为现在你知道 小学都有女朋友了 大人才过六一呢 对不对 所以他们要求跟自己的好朋友也通话 这个电池是禁不住折腾的 所以怎么解决待机问题 你们想一想 继续把电池做大吗 我们很多小孩子已经学会了自己充电 我们给他要做一个小的充电宝 让他随身携带 为什么 因为他有了刚需 他为了这个刚需 他就开始容忍你的缺点 就像今天iPhone 在原来四寸屏幕的时候 iPhone的电永远是不够的 为了美观 乔布斯牺牲了电池 对不对 所有人iPhone的人 都必然带着一个充电宝 带充电宝方便吗 不方便 但是今天我们所有人容忍了不方便 都带一万毫安的充电宝 都养成了习惯 为什么 还是因为手机满足你的刚需和痛点 这种强大的拉力 使你可以容忍产品的缺点 所以没有完美的产品 你每天做产品经理 都是在做trade in trade off 你都在做不断的选择 其实很多时候还是回到我说的 这个选择 一定要在用户最痛的点上进行突破 如果用户接受了最痛的点 其他的点他都可以容忍 所以我们就不再增加500毫安大电池了 因为已经到极限了 再重戴着手上就不舒服了 但是用户如果把他真的很喜欢这个功能 我们会做一个儿童的充电宝 或者做一个儿童的充电书包 他每天背着 书包里放一块电池 他把手表也许跟那个书包一接 他就可以充电 这不是一个完美的方案 但是用户能接受 所以回合出来我们绕了一圈 我们忽略了用户最本质的需求 所以我们做了很多功能 最后都没有打中用户 所以我相信第三代3102种手表 一定会大大的成功 所以大家都应该买一个 下次呢 我准备在网上 最近我在网上找工具 最近我看到了一个工具叫 网上有一些叫什么红点直播 对吧 还有一个叫什么荔枝 什么喜马拉雅 他们是做语音直播 我觉得不够好 因为光听我的声音没效果 你要见到我这个人嘛 所以最近我看了 有一个小团队做了一个产品 我准备用一个叫花椒直播 就是麻辣的火锅里用了花椒 我以后准备在花椒上 开一个课堂 每天讲五分钟 好吧 免费来听 你们可以去下载一个试一下 那是直接 我直接就用 或者我准备用我们的那个摄像头 我们小水滴来做直播 将来我在我办公室装一个摄像头 欢迎大家装个软件 每天看我在办公室里瞎得瑟 好不好 如果我要直播 我跟我的产品经理开会 看我怎么把我的产品经理骂得 骂得得益于症的 也许对你们会有帮助 谢谢大家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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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